Hello 大家好 新年快樂 兔年就已經來了 當然要恭祝大家 挑剔魚兔 好像兔仔這麼靈活 千萬不要做大懶兔 更不要做老兔兔 老兔就是老土 當然要兔顧立身 大家經常講兔氣揚眉 我再加一句 兔顧立身 千萬不要的 套屍自綁 好像作簡自綁 千萬不要 所以眼前的最重要就是健康 安全 這個也是重要的 跟著心情思暢 好了 今天要跟大家講 既然新年來到 眼前馬上出現的就是新一屆的政府成立 很多事情都要看人事作風究竟是怎樣 好了 黨那個系統呢 二十大裡面已經是塵埃落定了 不過現在政府系統裡面 人大系統裡面要換屆了 裡面究竟有什麼巧妙的東西值得注意的呢 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 內地的人士 不是我 內地的人士 他看新一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 他們有兩個詞語 兩個詞語 第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清虎 什麼清虎啊 你忽然間說什麼 這個虎不是貧虎那個虎 而是虎 是政府那個虎 那他一看 和他們都知道有些消息的了 那就看見明年來屆 即是李克強下台之後 那屆政府呢 原來呢 最低限度現入的官員裡面呢 是有七成啊 是不見了 就是清了以前李克強政府裡面那些的 你說 乳血也好 舊官也好 新官 新氣象 新上台也好 總之呢 現在看種種的跡象呢 還有後補 那些中央委員你哪個升哪個下 哪個下 你在中央位置裡面 現任的政府裡面 有多少是官員 是中央委員 而新的中央委員名單裡面是沒有的 那就是說你歐了 那現在大家計個數 咦 明年 今年 來界那個特區 那個中央政府 國務院在系統裡面 有七成人是被飛了的 那這個就是部位 好了 到 國家領導人 或副國級領導人 就是說副總理 這個國務委員 或者內閣成員 這些叫內閣 不是部位那些 好了有幾多個樓在這裡 現在兩樣的答案是 零 零 零個 就是說 李克強的內閣成員裡面 就是去到國家領導人那一級 一個不留 那新上去的那些來講 就是全新的了 好了 那大家現在看看總統的跡象 又發現了一個新的情況 是什麼呢 就是新的總理 現在估計是李強 不是李克強 李克強就是歐了 李強就上來了 那跟著常務副總理是誰呢 那現在大家看那個新任的政治局常委 那個排名呢 咦 一看丁薛祥 那估計呢 丁薛祥呢 他就會做這個常務的副總理了 好了 不要緊 他們個個都是聰明人來的 那不過 即使你多厲害都好 你是要跟其他官員有一個磨合的過程 而他們這兩位呢 從來沒有在中央政府裡面做過事的 他們要不就是地方大員 封薑大利 李強 是上海來的 好了 還有丁薛祥 丁薛祥一直都是大內總管 中央書記處 習近平辦公室等等 他是負責內部很多事情 但是不是中央政府內部的事情 好了 那現在只能夠提出一個問題 是國內很多人提出來的 那究竟兩個最重要的人 一個是總理 一個是常務副總理 都沒有在中央裡面跟其他人合作過的 那究竟未來的磨合怎麼呢 不能夠說他們沒有了 如果他們沒有了 如果他們沒有了 習近平就不會找他 不過他們找了上去之後 是不是真的個人有了 你就可以解決問題呢 現在大家都說了 人都覺得厲害 但是走在一起 就未必是個個都能夠發揮得到的了 是吧 所以現在出現的情況 大家值得觀察了 我沒有結論的 我現在不是說他可以還是不行的 但是現在照這樣的人事安排裡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兩個主要的人物 還沒有跟各方院的中央的官員是合作過的 第二 舊有的內閣一個不留 新上去的那些重新要適應 是不是 好了 現在估計何立峰 何立峰呢 因為他本身是 原有的發改委的負責人 又是 習近平的經濟大志郎 那估計呢 他如果是做副總理等等 他都可以 他都是中央級的官員 但是其他的都不是 是吧 再到部位那天 七成換了 那所以國內的人 這個叫做清府 清了熱定的政府 以後那些的工作 或者失出來的成績 老百姓 是不是又是另一種清府呢 這個虎 就是新虎的虎了 好了 另外一個現象呢 國內的朋友說 這個叫清地 什麼來的 清完虎又清地 他這個意思清地 又不是貶義的 就是說 地方政府裏面的勢力 但是現在是透過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那個的換班 全部給他清掉 或者就是說他認為是會變成會發生美大不調的那些的危險地區呢 你給我 換掉它 那所以現在國內 地方裏面 那個的第一把手 第二把手 其實又是 在三月人大之前呢 變很多 大家平時呢 可能只是留意一些高層 中央系統 沒有留意地方裏面的 現在 地方裏面 互換位置 這個省 調去第二個省 大家 或者有時候三角 輪調 現在是經常出現的喔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就說 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就是有好處啦 就說等你自己本身那個 不可能在地方摘根 那你就要 形成地方勢力都不行了 從這個角度是好的 但是 從第二個角度來看呢 大家就說 喂 你過去還有一個就是由地方去中央 中央去地方 然後一個叫做旋轉門 那你可以令到新的接班人 無論是接習近平也好 或者接李克強也好 這些的官員呢 既有中央的工作經驗 又有地方的工作經驗 你然後才可以有能力去做接班人嘛 那但是如果現在這樣來講呢 那似乎又有另外一個斷層出現了喔 那個斷層就是 地方的就是在地方裡面呢 互相輪流轉 那有極少數啊 可以去到中央 那中央裡面的人呢 又要適應磨合 那磨合五年至十年 習近平的影響力 就說你都沒有人接到我 那他就繼續留在那裡 那就順理成章了喔 原來整體的黨和地方人事佈局呢 是和上下或者這一代下一代 那個的接班工作呢 是有形或無形的聯繫的喔 是吧 所以很多人說清地了 好了一講到清地 香港都屬於地方政府的喔 記住啊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超然的 以致你是一國兩制 現在一國兩制 香港都不得超然啦 是吧 港有一國兩制 但是香港現在呢 基本上呢 是政治向大陸靠攏 這個已經很明顯的 好了 如果講到地方 香港裡面呢 那個地方那個管理 又是突然間 或者全部主要 那很簡單 夏寶龍 現在是港澳辦主任 香港中聯辦 要換了啦 駱惠寧是啦 鏡眼紅上去啦 那我過去講過 今次呢 不重複了 我只是想說明一件事 現在地方裡面有時候互調 那有時候呢 就是說 無論你熟不熟悉那個地方 你可以空降的喔 一空降 只要你是聽中央的指示辦事 你就沒有問題的啦 那這個呢 好處就在於 你不會在那個地方裡面生根 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根本都不熟悉那個情況 那然後呢 那你就是按中央政策辦事 那而中央 它是現在 大家會看到 以中央考慮為先 地方考慮為次次要 什麼次次要 不是我說的 國內有說 它是以前呢 如果說 地方為主 不重要 地方政府為次 不重要 這個都有上下級關係 但是現在呢 中央是為主 地方為次次要 那我說 你究竟想說什麼呢 它又舉了一個例子 現在說得很清楚 地方債務中央不管 你管 就是說你自己地方有債務呢 過去 它為免地方政府破產 所以呢 能夠照顧的 能夠幫你重組的債務的 中央都會努力 但是現在說明 地方債務你自己搞定它 所以地方裡面出現的情況 就是既然媽媽不管了 我自己又沒有能力 於是 向個孫開刀 所以現在有很多地方的公務員呢 你要將過去的薪金 薪金分三方面的 基本工資 這個補貼和獎金 現在補貼和獎金呢 基本上就沒有了 就是剪了差不多三分一 至一半的人工 那你跟著呢 還要買回官方的企業的股份 你就是說過去兩年那些 你扭出來 那這個呢 所謂地方政府 現在叫做 地方是每次要的 可能香港呢 某個程度上 因為國際化 那從這個角度 相比於大陸的地方政府呢 香港稍稍呢 是得到一些照顧 其中很簡單的 大家你看看 現在管香港的中央級的領導 是誰 韓正 因為他仍然是國務院副總理 而 在那個系統上面呢 他仍然是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不過現在 你看看新一屆的中央委員名單 裡面沒有他 這個 他的位置呢 肯定就不是副總理了 是吧 那現在有消息說 在香港 未來韓正會做什麼呢 哦 是會接王歧山 做國家副主席 國家副主席這個位置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可有可無的 關鍵就是說 習近平給你多少權力 還有他要求你做什麼 就是這麼多了 可能你要求他給你做多些 王歧山去韓國啊 去其他代表 中國出去 那其他的那些事情 沒有的 他剛剛做國家副主席的初期呢 還有些比如美國來的代表團 因為以前王歧山是負責 和美國打交道的嘛 那還有 但後來呢 他在年齡上69歲 仍然可以留在那裡做國家副主席 建立了這個的例子 是方便了習近平在二十大裡面 同樣69歲 就可以繼續留在那裡 那跟著呢 他的作用呢 基本上慢慢慢慢少了 而王歧山自己講的 公開大家可以查到的 他就說習主席給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那跟著現在韓正呢 估計就是接王歧山了 好了 這裡有一點要注意的 那究竟如果韓正接王歧山做國家副主席的話 這樣 他繼續管香港呢 即是港澳工作領導小組 以前是叫協調小組 現在這個領導小組的組長 還是不是王歧山呢 沒有答案 因為人大還未開 好了 假如他只是接王歧山的國家副主席這個位 不接港澳工作那個位的話呢 那未來管港澳工作的中央領導 又是誰呢 管香港的 現在很清楚的 鄭彥雄 他有他的那個能量 好了中央現在未知道 好了忽然間轉出來 兩個人 較早時候傳的是丁薛祥 那大家都說他已經是常務副總理的人選了 那跟著他現在仍然是大內總管 那估計呢 就是因為他要做了這個常務副總理 這個位呢 中央書記署等等這些位呢 他會退的了 那但誰上來接香港呢 沒有 那就較早時候 香港建制傳出來的消息 就是丁薛祥接 但現在似乎呢 又可能有變喔 好了 數一下現在 因為香港工作一定是中央常委 政治局常委來分管的 如果由政治局委員來分管呢 即是香港人來降了一級 眼前我不覺得會降級 因為眼前呢 國內經常擔心外國勢力 外部勢力也很緊要嘛 所以呢 仍然應該是由政治局常委來管 好了 如果看完 看到有可能是誰 就是蔡奇 好了 大家一聽到蔡奇 立刻就記得第二個名字了 叫做什麼 低端人口 不是說蔡奇低端人口 而是他做北京市長的時候來講 曾經有一個低端人口走 那時候不是很大件事的 因為他說要清理北京的市容 低端人口 多餘的那些 麻煩你回鄉下了 那結果西邊趕人走 那些人兜過大血 東邊就回來了 到最後都趕不到的 因為人家是一個經濟規律 還有一些生根的嘛 那北京呢 以前沒有一些叫做部落 但是後來越來越多部落 部落就是說 由外地很多地方 去到北京 求親 靠友 跟著想問一下做不行 到最後呢 就在北京周圍形成了 降勢啊 浙江啊等等那些叫做部落 蔡奇 後來清 那結果呢 就 現在 低端人口與蔡奇呢 是一個代號 這樣就 好了 這些都是過去 好了 未來究竟 如果他是管香港 那究竟 會是怎樣呢 大家就看以前那個政績 我說不要緊 不用的 不用的 因為大家必須記住一件事 未來管香港的 一定是習近平 因為這個呢 是在他的 他的 議事 日程裡面是重要的 台灣問題 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呢 將來有機會再講 現在大家觀察 兩至三年 那究竟的形勢怎樣 今天不是三月兩月 講得定 但是香港問題呢 一直都是習近平主導的 所以 無論韓正 做不做 估計 他應該會退這個位 即使是蔡奇 但是關鍵是習近平 是吧 所以大家去看這些的時候呢 就看到我剛才所講的 清地 地方政府 他是不會讓你去扎根 那跟著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新人來到嘛 你又不熟悉的地方 最好的方法 就是聽上頭意思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中國的歷代 那個執政者的一個 慣用的方法 他有權 可以調你的人到處走 那你新來到那些呢 你就覺得 哇 提升了他 感恩大德 但是 就是這種模式 就告訴你 他提得起你 又可以按下你 是吧 那對那個地方管理呢 那這個就要看一下 坐在這裏的位的人 懂不懂得呢 是靈活變通啊 那不知道的 那所以 這裡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哦 慢慢 中國官場裏面呢 剛才所講的清虎 清了那些乳血 有新人 清地 跟著出現的效果呢 就是你一個地方這樣轉移的話呢 你能夠上升的人呢 一定是會有很多 這個 一個水鬼星成王 或者是 一朝天子一朝神 就是好像 哇 一條毛巾 你在水裡面拿起來 你還沒扭乾 那些水滴滴滴滴 那跟著一拿 水 有些水跟著你去的 好了 這個情況 現在呢 在國內 北京也是這樣 南京也是這樣 廣州也是這樣 就是說 他們當地的政府的首腦是調的 那現在你看北京 因為這些太細緻 但是說明了一個趨勢的 北京 有一個叫大奔奔 他是北京市政府裡面的秘書級 他現在又升副部級了 他做陝西做副省長 南京 廣州 現在很多這些人士是隨著 本身當地的領導升級 他們就一樣升級 去到副部級的 那這種呢 也都是體現到一個文化了 那所以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老百姓關心的是什麼呢 你做不做到事情 拿不拿到實績 如果你拿到實績 老百姓不理你 你究竟在哪裡 英雄莫問出處 但是關鍵呢 就是說 現在這樣的形勢呢 可以說 大家都在那裡觀察 利害參叛 究竟利多還是害多 那沒有答案 就只能夠繼續觀察了 是不是 那所以現在呢 就今天呢 跟大家先將三月 人大開會之前的一些動向的形勢 各種蛛絲馬跡 放出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老百姓呢 那老百姓呢 就繼續 防疫 自求多福 強化自己經濟 這樣做好自己的準備 就不理它上面的人 怎麼安排 怎麼調檔了 是不是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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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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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